第39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一年 一个记者在一次诺贝尔奖得主的聚会上采访时 向其中一位已经80多岁的获奖者提出这样的问题 您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是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 那位白发苍苍的获奖者回答道 是在幼儿园学的 记者愣了会儿 又问 那您在幼儿园学到了些什么呢 那位获奖者说道 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小伙伴们一起吃 不要把不是自己的东西拿走 东西要放整齐 吃饭前要洗手 做错了事要道歉 从根本上说 我学到的主要都是这些 这位获奖者指出 这些都是在文明社会做人最基本的规矩 但如今很多成年人却忘记了这些 幼儿时期是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 这一阶段养成的良好习惯 对人的一生有积极影响 使人终身受益 所以应当在孩子小时候 就开始培养良好的习惯 肩负起我们的重任 39 关于获奖者下列哪项正确 40 获奖者认为自己在哪儿学到的东西最重要 41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一旦